鴻瀑一個中建工程工地發生嚴重的發生 三個工人在一個深坑出事,先後獲救,送完之後三人都不治 其中一人意外之後失蹤大約兩個小時,獲救之後由擔架由深坑調上地面,工人氛圍,送完之後證實死亡 意外發生在下午大約兩點半,警方接報說三個工人在基里士南路一個大約五米深坑洞出意外 消防卦那裏正進行管道工程,初步消息說工人在坑內一條隧道,懷疑作穿污水渠,污水溶出將工人沖走 另外消防卦曾經在現場錄到一定濃度的氣體流化器 消防處說下午兩點半接報道場之後,五分鐘內已經在管道工程出入口救出兩個人 至於第三個工人,消防處說家人用了一個小時四十幾分鐘,在管道五十米內為止,將他救出 在那個搜救的行動裏面,因為牽涉的困難,就是因為管道裏面太窄,亦都是有大開所